后来其实又不断地 有人提起来要走海运 但是也同时有不断地 反对海运 这里边就是 支持的和反对的 他们分别的主张是什么呢 走运河里的 他认为是一个主制 主宗之制 然后已经行之有效 这么多年了 虽然费钱 但是它稳妥 然后他反对海上走的 海上不安全 因为道光六年的时候 那一次是 还没有发生鸦片战争 但是从第二次 潮量海运开始都 外国人的势力已经进来了 就外国人进来之后 你一旦进行潮量海运 他会有意识地 拦截你的船只 然后进行炮轰 拦截 然后他威胁你 恐吓你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所以 那么快地清定 那个南京条约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史料里记载 道光航力这边 还没有决定呢 那边已经有人 跟那个英国人说了 说你不用打到北方去 当时船营快到南京 那个地方说 你派几个人 把高建议给挖了 绝口之后 高建议绝口 那个潮量就不通了 然后这样就整个 朝廷肯定会投降 马上就要 就这种骤折 已经放在 道光皇帝的桌子前面了 然后道光皇帝 那人就很警惕了 清朝进行 道光28年的时候 潮量海运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个事情 因为当时的英国势力 已经无口通伤了 进行潮量海运的潮船 要向北走的时候 结果上海那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叫 清浦教案 清浦教案就是 几个外国人 按照那个条约 他们是不能走得太远的 你只能到那个地方 去传教 现在从上海 只能向周边去走 就是12小时之内的路程 结果他们从上海 一直走到清浦 清浦当然 今天是上海的一个地方了 但是当时还是 比较远的 一天是走不到了 他们当然去传教 传教是给大家发 圣经的那些东西 福音书 发生的时候 那些水手都去要 要的要的 结果发现不够了 不够了之后就去抢 然后双方就发生了一点冲突 然后别人就向 三个传教士 向他们扔石头 然后后来 清浦的信念 赶紧把他们救出来 三个传教士就送走了 但是英国的领事 叫阿里国 他就抓住这个事情 要做文章 因为当时的南京条约 他们签了之后 英国人觉得这个条约 规定的太死了 然后包括后面的 中法黄埔条约 旺夏条约 跟美国人签了旺夏 他们都规定的很死 清浦是有意识的 不让外国人到内地去传教 也不让外国的船子 到内航去航行 阿里国就抓住这个事情 就说我们的人 受到了你们这边 老百姓的驱逐 受到你们的欺负 我要到南京去告状 为什么要到南京告状呢 因为当时上海还是 两江总督的一个辖地 上海当时还属于江苏 他要到南京去告状 他派军舰去告状 就告状你为什么要到南京去 因为当时的条约规定 英国的军舰 不能到长江内河走的 他就要去告状 然后同时 他为了取得他的效果 他就把他的军舰 放了一支军舰 在黄埔江拦住 因为黄埔江 当时正好是清建的 潮粮 海运的那个口 它堵在那儿 所以我们看史料 看得很清楚 内廉的潮粮 海运的比平时晚了15天 他堵在那儿 然后清政府一看 我的船海上一走 还被你堵在黄埔江堵了15天 他们想偷偷地出去的时候 英国军舰真的开了炮 一开了炮 那沙船就不敢动了 所以就晚了15天 盗工房一看 外国人就是 外国人真的是 要挟我 然后这是这样 后来这个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的时候 当时已经是 轮船装舰在运了 轮船装舰运的时候 法国人就说了 我要攻击你的潮船 然后轮船装舰 没有办法 只好把那个 轮船装舰卖给 卖给外国人的船 然后挂外国人的船 皇帝只要想到说 我的船从海上走 会被这些外国轮船威胁 我就干脆把这个 潮粮海运这条道 干脆就断了 然后我还是乖乖地走运河 所以即便是到 清末那段时间 那个潮粮海运 在海上已经走得 很顺当的时候 清政府也有意识地 运河上进行一些维护 因为在1853年的时候 黄河就是那个 又意识绝口之后 在明朝到清朝 1853年之前 是黄河夺淮入海 是走到那个淮河 那条线到海里去 后来那是因为绝口比较大 所以黄河又从山东 黄河一直向北浙 又从山东入来海 那么那一段 就是从那个 从淮英 就是那个江苏 安徽那段路线 不是不能通行吗 不能通行 但是而且海上运输 已经很发达的情况之下 朝廷还有一直说 我不管怎么样 你每年至少 跟我运上几万弹 所以有时候运个五万弹 有时候运个十万弹 少的时候运个两万弹 还是运着 即便很困难 这条路也不能够封死了 朝廷是那个时候 是保留一种可能性 保留一种可能性 在清末的时候 已经是把它作为 可能性保留下来了 那那个时候 就基本上主要靠海运了 主要靠海运 所以看得很清楚 在朝梁河运的时候 运河沿线特别的发达 所有的沿线的城市 很发达 包括我们谈到的 什么苏州 扬州 那么德州 然后宁清 这些地方很清楚 宁清的话 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一个城市 山东宁清 以前是一个小村庄 朝廷海运之后 它就开始变成了一个县 然后又县变成一个州 地位很高 等太平临河起义之后 这个运河不能运了 有时候州变成一个县 然后地位下降 人口最初很多 然后后来 就几十万人 后来变成不到五万人 民国的时候 所以这个运河 它一旦失去它的航线功能之后 运河沿线的 这个经济就开始衰落起来了 谢谢大家